對我一個人類的女角跟她有高度的互動啊 我是說正常像是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及殺到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224G的節目 今天是2020年的5月23號星期六 現在早上時間大約9點左右 是我一天當中的精神最好的階段之一 那今天來給大家做的呢 是Transformers Prime第二季Lobus In The Sky Voyage Class的Bokeh 可能有同學們會以為呢 是不是我做了一個高清重製版啊 領袖之爭的玩具呢 其實並不是啊 這一集呢是真的有流水編號的 因為呢 過去我真的沒有做過Lobus In The Sky版本的Voyage Class Bokeh 過去的話呢 我只有跟大家做過的是First Edition的版本 那麼Lobus In The Sky的版本呢 我一直到應該是去年吧啊 沒有錯的話應該是去年我才把它給買下來 因為當年這兩款玩具呢 F1版的評價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RID版的話呢 是各方面呢幾乎都是被F1版壓著打 所以當時的話我就直接跳過了RID的這個版本 那我大概提一下啊 這個直接先做個對比了啊 來 這個呢是配件包啊 當年的話我有做過這個配件包的一個分享 所以這個可能跟各位手上的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麼手邊的這一款呢 就是沒有配件包 直接玩具直接附帶的一個樣子 當年呢 它最被人詬病的是它的玩具做的不夠胖啊 這個F1版的話 你看這個身體一整個是球形狀啊 包括這個側邊啊 還有這個背面來講 都是非常完整的 但是RID版的話呢 除了正面之外啊 除了正面這兩 而且正面這兩片 如果你按照盒子的一個方法的話呢 它是盒子後面的方法還是放這樣子啊 這感覺會更瘦啊 它其實是可以翻下來之後往下面啊 往下面挪一點點 它給推下來往下挪一點 再折過來啊 靜呢 甚至的話 你可以把它稍微放在側邊一點點 盡可能的呢 去把它這個肚子呢 給圈起來啊 大家拼了命的縮小腹啊 只有我們拼了命的要給它長胖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側邊來講的話呢 這一代的啊 就明顯的呢 比這個先前的這個 F1版的話呢 要感覺要瘦弱 甚至空洞的多 那背後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後面 腳後跟啊 是一個飽滿的一個狀狀態 但是RID版的話呢 就是有一點點小小的一個縮水了啊 好吧 那這個兩指針的對比的話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啊 你就知道啊 以這個肥胖度來說 F1版是好傷非常的多 那我們今天來講的這個 RID版這個版本的話呢 當時呢 呃 領袖之道RID版的玩具呢 有一個特征啊 這個都會有一個所謂這個聯動武器 那這個聯動武器我拿下來給各位看一下啊 聯動武器還蠻有份量的啊 啊 我先提一下 其實我對它的這個聯動武器呢 啊 印象並沒有說非常的糟啊 當年那個 呃 老祖宗啊 Shadowvenger呢 是直接把這個天王星的這個東西給砸碎 但是我個人沒有那麼討厭了啊 它其實就是有一個觸動的一個裝置 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聯動 然後會有一個發光的一個效果 OK 前面這個 刺彈啊 是會轉動的 其實這個還有點梗啊 而很多年以來呢 我都有說過在 嗯 Transformers Prime Lobar in the sky 的這個軸動武器裡頭呢 唯一我認為是成功加分的 就是只有這個Bokey了 怎麼說呢 它的話呢 有一個 你會注意到啊 ID版的玩具 美版的啊 美版的話呢 它的手臂 這一代一定 這裡一定是空的 而且是有一個透明鍵 每一款都這樣 Megatrol也好 這個Atomify也好 都一定會有 那麼其他的目的呢 就是讓這個軸動武器的這個 發了這個光呢 能夠流進這個裡頭 那也只有Bokey的設計呢 是真正成功的 你看啊 有沒有看到 有一道紅色的光會從裡頭 閃過 OK 就這個 可能我 啊 這樣子 你看到嗎 OK 會有紅色的光在裡頭閃過去 這是它 應該它的目的就是這個樣子啊 那另外的 另外一邊的這個武器的話 就是單純的是 這個也不知道是武器還是照明燈啊 我覺得是 嗯 造型是 感覺好像是照明燈啊什麼東西 我已經不太記得 通話片裡頭有這個東西嗎 我真的 我真的不太記得了 那Bokey的這個 你可以如果你沒有看過領袖之身的話 你其實你可以把它當成是變形金剛第五集的這個探長 啊 一樣都是綠色的胖子 然後性格也還蠻憨厚的 然後對我一個人類的女角跟她有高度的互動啊 啊 我是說正常像是這個兄妹或者是婦女的互動啊 不是其他的互動啊 啊 可能大家會以為是姐弟啦啊 你們不要講 也不是母子啊 你們不要想其他的互動啊 母子也是有很奇怪的互動啊 尤其不要那樣亂想 那兩者的玩具的話呢 就是在變形上的話呢 這個簡單的多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一個可動好了啊 它的話呢 這一款勝過F1版有一點 就它的這個嘴巴是可以動的啊 它的這個下巴這個 頭掉的這塊布置 它是嘴巴是可以動的啊 這個是它勝過F1版 極少數的一個地方 那它身上的透明件都是灰色的 還蠻漂亮的 然後可動的話 手臂手臂的可動算很好啊 可以前後動 然後呢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非球形關節 這點可以加許一下 二頭肌也可以轉動 然後手肘這一帶是一個鬆動關節 是變形的時候是有所需要的 拳頭的話呢 只能夠往內縮一點點啊 拳頭這一帶的空洞比較小啊 這比F1版稍微好一點 那這個地方水口比較大啊 然後拳頭是有洞 但是沒有其他的武器 這個武器我看能不能握在手上 好像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啊 如果你想要把它握在手上 這樣也行的 腰身是卡死不能動的啊 那比較讓人家擔心的是 這個地方是一個大球關節 那這個外面變形的時候會用到 膝蓋可以彎 腳的話也嚴格上來講算卡死的啊 他這個雖然可以前後動 但他因為變形的時候呢 變成人的時候這個地方是要卡進去的 原則上腳踝等於是不能動 然後F1版也好 或者是這個RID版也好 在這個腿部的地方呢 都有所謂這個假輪胎的一個設計 你看他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假輪胎 他有一個假輪胎 只是兩者的假輪胎的位置呢 一個在內側一個在外側啊 F1版是在內側 RID版的話是在外側 那麼呢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他的一個變形過程好了啊 玩具本身樂趣度還是有了啊 這個軸動武器啊 我是個人還是蠻喜歡的 那麼如果你已經有F1版了 而你只要求收一個玩具 一個一個腳收一個玩具的話呢 這個這個假輪胎你可以跳過啊 確實是 因為F1版那個確實是做的比較優秀 那我再提一下 我好像這一款我拿到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非常的鬆 這裡有個球形關節鬆到鬆到一個一個不行啊 好吧 那我們就從這個變形的第一個步驟呢 我習慣是把後面這個地方給挑開 這裡挑開 挑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手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推到後面去 推到後面去 這邊 推進來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的 把它給推進來 推進來之後的話呢 你請記得把這個 這個凸轉到朝外 或者是說把這個 缺果度朝後面 你要轉到這個方向啊 才能夠進行一個完美的收納 兩手中間呢 做一個合併 那這個合併的話呢 要稍微 技術要稍微好一點啊 用你插歪的話 或者是拔出來的時候拔歪 或者是插歪的話呢 就會有撕裂傷的一個發生 再來就是把這個手臂呢 利用這個鬆動關節 直接塞到這個車的一個尾巴去 這樣子翻下來之後呢 直接的利用這個鬆動關節呢 把它呢 盡量的漂亮的呢 把它給塞到這個車的尾巴去 好 OK啦 塞進去了 再來的話呢 手收進去之後呢 我們再來收它的一個肩部的這個夾皺 肩部的夾皺呢 它其實是兩片 它是可以翻開的啊 那你這個翻開中間這個夾層 要去夾住這個這個東西啊 那我示範一下 是要綠色的朝外面啊 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一個球關 然後這裡又可以轉動 你就辦法把它翻進去 OK 把這個綠色的部件呢 是朝外 那你要躲過這一塊啊 從這個它的一個下方 這樣下去 然後到這 那這裡把它給推進去啊 就是 記得啊 就是這一帶 這一塊啊 這一塊部件 要夾在這個兩個中間 那我這邊這一側是非常鬆的 非常鬆的 已經掉下來過很多次了啊 來這裡 那推下去的時候就是這個地方 跟上面這個地方稍微躲開一下 OK OK好 壓上去就行了 再來就把這塊部件 給往下蓋下來 蓋下來的時候呢 是這裡有一個凸 跟洞 啊 對應邊就是有相對應的凸跟洞 這樣子 把它給 扣進去 另外一色也是一樣的 把它給扣進去 它的變形難度 不難啊 不難啊 還是記憶點還是比較強的 好 那這個盡量的把它給收漂亮一點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進行這個部件 啊這個肚子這個部分它就可以動了啊 非常簡單啊 利用這個活動的這個 很很有活動空間的這個 範圍把它給扣進去 好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的 這樣子 將它給扣進去 我們慢慢的把這個車子給拼凑出來了啊 再來把這個部件往上面提起來 提起來之後的話 我們把這一塊啊 這個 呃 整個下半身這塊部件 先 哦不對 我們先先把這個地方反折好了 這樣子 趁這樣空間比較大 反折 然後呢 把這一個 推到內側 推到不能推為止 推到不能推為止 接下來呢 把上面這段往後面推 再把腳往前面放 哎 這樣一來的話呢 基本上呢 各位長安玩病金剛的同學 應該也看得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旋轉這個部件 好 把這個地方給補起來 那旋轉的時候 就是往上面推而已 並沒有特別的一個難度 往上面推 然後 往上面看來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圖坑 然後把它給 記得把它給扣上去 然後記得這裡 啊 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部件啊 這塊部件壓在這個 的外面啊 你不要這塊部件把它壓到 裡頭去啊 記得 這邊 好 先到這裡 就先先轉好就行了 另外一次我們先把它給 轉過來好了 兩側一起轉好之後 哎 一起把它往上面推上去 好 這裡也是一樣的 這裡 把它給往上面推上去 好的 好的 OK OK了啊 然後這塊部件呢 按照說明書的方法 應該是往下面推吧 然後最後就是 岩絲和紅的把它給 整個給捏緊 好 那最後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啊 除了頭之外 我們已經變完了啊 這也是這個玩具呢 我覺得一個有 有樂趣的一個地方 這塊部件是怎麼樣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嗯 這裡啊啊好好好 可以了可以了 你看就差那麼一點點啊 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是沒那麼舒服啊 好 那麼呢 這個 嗯 嗯 這個頭說明書很簡單 因為它是完全是獨立的啊 好不影響 所以呢 你如果心情不好的話 你可以把它翻出來啊 放在桌上的跟你做伴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滾動性啊 這個 記得把它給 捏好 滾動性也是沒有問題了啊 OK吧 那最後的話呢 還是把它變形完成好了啊 對 頭記得轉正啊 記得轉正 然後這個 呃 外掛的這個武器啊 就是為人髮指啊 有人或許不喜歡的這個軸動武器 把它給放上去 然後的話呢 你可以轉到這一次啊 然後這個側邊 這裡有個凸跟奧的一個結合 將它給 雖然很愚蠢的 但是把它給放上去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一款 這個呃 領袖之證的 呃 老巴斯 印尼斯蓋 版本 Voyager Class 的Voke 那變形算完成了啊 那麼呢 它的話呢 車子的大小呢 其實說到很小了 這是Deluxe等級啊 這是 這個是Deluxe 這是Voyager 你看兩個的長度是非常接近的 非常接近啊 當然高度有一個 它的一個優勢啊 那麼這款玩具的話呢 你 認真來看啦 因為我從上方看 啊 嗯 這個 啊 這個 反正這個武器就當作是BONUS吧 我個人是沒那麼討厭啦 沒那麼討厭啦 還行吧 那 那它的話就是擋風玻璃 就前面是透明的 側邊的話就沒有 這一代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透明的吧 因為還特別挖出來 還說裝甲車就不需要 我 我有點忘記了 賭裝的話呢 差強人意啊 差強人意 還在還在過得去的範圍啊 至少車頭燈還有了 BOMBER 前面這一代 有一些簡單的分色輪 它也做的比較大一點點 分隔線是比較多啊 那我已經盡量的去把它MACH了啊 大概還是這麼多 那它 這個以車型態來講的話呢 它勝過這個F1版的話 就是F1版的車子的後面啊 因為F1版的話呢 它是車尾巴變成它的兩個肩甲 而我們這一款的兩個肩甲是變成了這 這這兩片 應該是這兩片吧 還是這兩片我忘了 反正就是變成是這一代 那 F1版呢是兩個肩甲包到後面了 所以它終於有一個分隔線 F1版的車型這個地方如果沒有加配件幫 可能會有一個剛烈的一個狀況 但這一款的話就沒有啊 它的分隔線等於是減少了啊 這算它的一個優勢吧 但是整體呢 在變形的一個 呃 複雜度跟這個人形的一個完成度來講的話 這一款確實是 呃 比比起F1版是比較沒有優勢啊 當然青椒蘿蔔各有所好啊 今天的話呢 就只是把這個玩具呢 翻出來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小小的分享啊 領袖之證呢 是我玩變形金剛 呃 這九年多以來呢 應該說十年以來吧 我個人覺得呢 是我最歡樂的一段時光啊 它的每一款玩具的故事呢 我都歷歷在目的把它記起來 那麼這一款的話呢 算是我領袖之證玩具呢 最後最後 最後一個入手的吧 其他的玩具幾乎都是很早的時間就收了 或者是說呃 早到好假 我就入了 唯獨這一款是拖了非常久之後 本來想要放棄的 後來在網上呢 有朋友丟出來啊 台幣750塊 其實也不也不便宜了啊 但是現在也買不到了 我就把它給全新的 我就把它給帶回家了啊 那就利用今天啊 對了 當時的這個玩具有一個try me啊 那很多的這個武器在這個地方都被人家偷偷把走啊 順便就給大家提一下吧 大家謝謝各位這一集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昕